日本青森县八户市养猪场 发生硫化氢中毒意外 两人送医,一人死亡 发生意外的两名工人 分别是50岁和30岁 两人在7月29日早上9点20分 进入处理乌乌的进化槽中工作 不料工作途中两人皆倒地 50岁工人死亡 30岁工人还在医院接受治疗 工人死因为硫化氢中毒 硫化氢是有机物腐烂产生的气体 味道有如臭鸡蛋 一旦进入血液中 会造成硫化血红素 吸入量多可能猝死